對上三節都說了很多大家怎樣選擇西裝 但在店鋪選擇西裝有我們說布料款式顏色 其實為什麼選擇是最好呢 我們今集會教大家選擇一些漂亮的西裝 身邊這位就是Betty 她曾經是國際品牌Alexandra McQueen的設計師 現在香港之後會有她自己的品牌 旁邊那位就是David 也是品牌的聯合創辦人員 今集我們終於由Betty和David教大家怎樣選擇西裝 如果我們接下來的潮流 如果我不想穿黑色灰色或藍色那麼單調的時候 有些什麼款式可以交換一點點 其實如果挑選面料的話 可以在款式上有一些特別的變化 不一定要單色系 因為現在其實蠻多品牌的面料裡面 會在它的就是 汁的時候會有一些暗紋在上面可以表現出來 所以你仔細看還是能看到有一點點的花紋 但不是很明顯 我覺得這樣的面料可能比起素色的話 現在更為流行一些 我個人也是比較推薦 如果有客戶過來的話 一般我現在會比較建議他們多去選擇這樣的面料 因為可能能夠和其他的一些穿西服的人 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穿出自己的個性這樣 如果我們西裝呢 不如我們先由這個外套講起 那我這一件呢 就真的是一個單色的 但現在也有很多人流行去植紋 或者橫紋 或者格子 如果可能正在來潮流 我想買一套西裝的時候 應該怎樣選擇最好呢 款式方便 可能啦 沒有理由可以讓你去看看 其實現在可能會有一些 叫做 剛才你所說的格紋 其實也會有很多不同的 類型的格紋 有些細格 大格 或者是 有些叫做window plane 其實如果你說剛才Betty 回應她 就說有一些叫做暗紋 其實就會有一些叫做bird eyes的東西 可能你也會看到 其實她可能是軟體 都是一個數字 如果你說可能是 近一點點看 她的細節都會出來 是一點點點的 可能也會有一些叫做暗紋 最重要的是我自己的問題 就是布料 試過在店鋪的時候 嘩哭出來 這麼多個不同的布的時候 有些有羊毛 有些有順臉 在這方面 大家摸上去的時候 都不懂 可能感覺不是差太遠 如果去到一些布料的時候 怎樣選擇最好呢 有沒有四季都適合 即夏季春季都可以穿 我想香港這個地方比較特殊 因為她春夏秋冬並不明顯 可能她四季都會有一些 叫做比較炎熱的天氣 會多些 可能她冷的 可能只不過是維持一個月 頂了一個月 其實我覺得在西裝選擇方面 也不需要去找一些特別厚身的材料 例如可能是用一些叫做cashmare 比較羊絨的材料去做西裝 我都會推薦 可能是用一些普通的羊毛去做就可以了 如果剛才你說是其他物料 我想看看你甚麼場合去穿 如果一般大公仔上班 我覺得都是一些普通的羊毛西裝 如果你說上班的布料之外 如果有時候朋友結婚 去晚宴 甚至下班去戰場去奮鬥的時候 應該又會怎樣選擇布料呢 其實現在也會多人去選擇一些歐洲比較流行的 一些叫做麻質的西裝 去做一個單外套 可能是去飲宴 或者是所謂的戰衣 這樣也可以的 因為其實麻本身的質地 一定會帶出一些叫做casual的味道 不會跟一些叫做普通的傳統 很荒謬 好像我今天跟你身上穿的 那麼荒謬的西裝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可能是 在一些功能和活動都會OK 一些casual一點 甚至現在也有很多人結婚 可能新郎哥也想講求一些叫做casual一點 因為也有很多叫做海外婚禮 可能在沙灘 海邊去穿 其實也可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如果顏色方面 特別是如果大家有上網看過一些求職網站 也有些HR都會說 有些人經常穿黑色也灰色 但如果舉個例子 可能去面試或者一般上班的時候 如果想不要那麼老套 又有些潮流 其實什麼顏色是最好的呢 我個人覺得黑色肯定是太沉重了一些 而且可能適合年齡稍微大一些的男士去穿 那麼我覺得新藍色還是相對的安全一些 如果真的去面試 就是一些工作或者怎樣 所以還是說回剛才 那我還會推薦給客戶用一些暗紋 但是主要還是在藍色系為主 然後去做一套西服 看上去既體面 然後又不會太誇張 如果說到整套感覺 現在都比較多人流行 是否說一些韓式的西裝 都是比較窄身的 但如果真的可能去上班的時候 會不會都想拿一個平衡 窄得來又不會太過潮 這些又會怎樣取捨呢 其實如果你說韓式的西裝 其實如果你說韓式的西裝 我想可能大家看韓劇都會知道 大概是甚麼款式 甚麼類型的 我想可能在香港這個社會上 通常都是會在職場上 都是一些金融行業為主 其實都可能是一些建客戶為主的工作 其實如果你說韓版 其實它的特色就是 可能是上身的衣服會比較短 之後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褲子會再紮身一點 其實這些可能會適合去街 或者去玩 可能會好一點 這樣就未必會真的適合去上班 如果你說上班 好像我會選擇一些 可能是傳統一點點 英式的cutting 或者是意大利式的cutting 為主 如果你說我想要比較激 可能就會可以拯救一些 去找一些taker shop 就是可以有一些特別的設計在上面 如果剛才說到 有些不同國家的主流款式 如果是英式和意式的 應該怎樣去分呢 就是經常都不懂得分 究竟兩張是甚麼分別 如果說區分西服的款式的話 比如說英式的西服 我個人覺得 它在款式上面 可能會比較傳統 比較保守一些 因為英國嘛 紳士嘛 都是從那邊傳過來 所以他們的版型呢 就是會比較的挺闊 我覺得如果說亞洲人的話 也許意大利的版型會比較適合 像我們現在店裡主要去做 也是以意大利的款式為主 為甚麼呢 就是意大利的版呢 就是你可以看 它在腰部會有一個曲線 比較收腰 所以我知道香港的男士 更多的身材保持得都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可能意大利的版型 我們穿上就能夠凸顯身材的線條 然後也比較的收身 所以這個意大利的版型 還是比較可以去選擇的 那如果呢 剛才說到身形方面 如果例如說 做西裝有些公益肥瘦 舉個例子 不愧只要我打NBA 那其實呢 選擇這個西裝的時候 那些款式會不會 對不同身形的人都會有些講究呢 所以就要來定制了 因為我們定制的話 其實也是根據每一個人不同的身形 去做一個大概的版型出來 所以每一個版都是針對客戶自身的 那比如說 像你可能就是 有經常去鍛鍊 然後也有運動 所以可能我們就是在做的時候 會在你的肩部和胸部這裡 不要看得出來 對 主要的去把這個地方 去修一個版型出來 那麼你穿上就會比較合身 如果你在外面去買 可能現成的成衣 也許呢 就穿上就不會特別的合身 那如果剛才說到一些環籠植紋 會不會說 如果在一些身形比較高的人 都會適合用什麼的紋 你比較矮的人會適合用什麼紋 我自己會認為 可能你說身形偏瘦 其實如果太明顯的植紋 條紋的話 我想就不太適合 可能因為顯得個人會更加瘦 如果你說一個身形比較肥一點 我覺得可能 如果你的身形上有些特別差距 可能說大肚腩 或者是特別矮 特別高 其實我都會推薦 可能一是用暗紋 或者是用素色為主 那就可以不會說 特地將一些缺點暴露出來 如果做到西裝出來之後 其實有沒有哪些位置 是用來分別一件外套 漂亮和不漂亮的 應該就是手袖的位置 可以去看 因為其實手工上袖 這個工藝是比較考驗師傅的手藝 那麼一件西服的袖子上的平布平整 其實在做完成衣出來之後呢 穿在身上是有一個明顯的感覺的 因為當你的手臂垂下來的時候 這個西服的袖型如果很順 那麼就說明這套西服的手工是很不錯的 然後其他的方面呢 就是可能一個領形啊 然後還有一個整體的 主要是上衣吧 我覺得整體的這個效果 給別人的感覺 就是是不是真的很合身 就是能夠把你的身材的一些線條表現出來 對 所以看這些 除了外套之外 當然西服也比較重要 如果是選西服的時候 應該又是怎樣做最好呢 嗯 那麼我可能首先說回這一段時間 可能近這幾年 客戶的要求 其實大部分客戶都可能要求一些 叫做修身小小的西服 如果你說好像我這些比較 可能對時尚的觸覺會比較敏銳一些 可能我們會選擇一些九分褲 就是吊腳一點的褲 或者甚至乎可能有 很多客戶都會接受了在西服的褲腳 反一反折 就會比較好看一些 而且看起來 雙腳就會比較修長一些 尤其是我們這些 我啦 不是你 我們啦 我啦這些 身高不是太高的人 可能更加需要一些 叫做可能穿九分褲 然後之後再去一個反折 去令到我的腳或身形 是會比較修長一些 那如果你說可能之前的 或者甚至乎可能是一些 叫做上了年紀 或者可能是成熟稳重一些 那可能都會要求一些直筒一些 或者是可能闊身一些的西服 舒服為主 那即說完外套西裝 如果你說整套西裝上之外 會不會有些花巧東西 是現在可以玩一下 包括一些配件 是可以令到整套西裝 更加有一些生命力 當然有啦 可能看看我這套西裝 其實已經可能是外面 可能都是比較荒蕪一點 其實我都會有幾樣配件 都是我們獨家或Betty去設計的 其實就會有一個袋巾 還有一個領胎 其實可能你都會看到 其實可能花紋都會比較跳躍一些 或者是突出一些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可以令到一件素色也好 任何西裝也好 將沉滿感打破 也可以說是打破了一些傳統的框框 還有再加上可能我打開這裡 其實可能都會有一些 不同的花款的理布 各樣東西 都是由我們Betty設計師去設計的 我想可能在這三樣的方面 上面都可以多加一點功夫 或者是可以再看看怎樣配搭 那可否也說一下 其實你們現在眼中 都市人特別是中環 很多西裝上班 你們看到普遍都有一個怎樣的問題 其實問題都挺大 也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大部分我想是首先說 就是手袖的就場 可能有些是過場的 可能去到虎口 或者可能整個水下來的時候 去到這個位置 我想真的會給別人的感覺 是很不整齊的東西 第二就是衣場 可能有些是過短 就像剛才那樣說 可能是一些所謂的航版西裝 有些就會過場的 如果你說褲也是剛才那幾個問題 過闊 或者是過場 太多折或堆在一起 就會給別人的感覺 是一個很不整齊 或者是你是一個很不整潔的人 我相信可能說 在我們這個香港金融社會裡面 我想這一方面的移容 都可能需要去打理一下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可能鞋方面 我想有很多時候 我乘地鐵都很留意 可能職業病 可能會首先由頭到腳去看 首先看一套西裝 OK 但是很多時候可能是西裝OK 很合身 但是對鞋好像是十多年前買的 或者甚至乎當時對鞋很漂亮 肚西裝很不漂亮 就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今集初創演場 節目時間結束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看的話 記得Like我們的Facebook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下次見